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感情 恒就是结了婚以后要长相失守 这样一来 贤跟恒这两卦就是从谈恋爱一直到结婚 然后整个家庭很稳定的一个过程 所以杂瓜传它写得很清楚 贤 素也 贤是来得很快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自然的 人总会有异性相惜的那种天性 如果男人看到女人连看都不看 女人看到男人连心都不动 那我看人对也很麻烦 所以它是很快就会产生的 一个人会恋爱没有什么本事的 谁都会 不爱以为说你看我有女朋友了 这有什么稀奇 但是恒它是用九页 为什么恒要九页呢 因为恒它是要靠培养的 不是说自然它就会恒 那不可能 你看一人要有恒心很难 我们常常讲 有恒未成功之母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不会成功 就是他没有恒心 今天喜欢做一做 明天就丢掉了 然后后天就忘记了 然后又找新的 你这样的人 他一辈子 他都不可能有一个很稳定的基业 杂瓜传提醒我们恒久也 而夫妻之间所渴望和追求的 正是这种能够恒久不变的感情 那么是不是只要我们做到 所谓的永不变心 就能够维持永恒的婚姻呢 讲到这里 我们就已经感觉出来的 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恒 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认知 因为恒就是要很稳 它就不能乱动 它不能变 才叫恒 不对 哪样就不能恒呢 你看这个挂 它是两个挂构成的 上面是正 下面是迅 我请问你 正是近的还是动的 当然是动的 那个雷一打它是动的 风是近的 还是动的 还是动的 风一静下来 就没有风了 雷一震下来 雷就打过了 可见它两个都是动的 告诉我们 你要能动 你才能恒 如果没有变化 你就没有把它恒久 我想这个是横挂的一个重点 一般人认错了 所以他夫妇守不久 他认为很稳定 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你还要怎么样 那个是谁都舍不了的 他一定常常有变化 横挂提醒我们 要常常变动 才能达到恒久 可是夫妻之间 最怕感情生变 一旦感情生变 恐怕连婚姻都难以保全 又何谈感情恒久 那么究竟哪些变动 会使得感情恒久 而横挂的挂词 又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许瓜传》他一开始就讲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悦 你既然要成为夫妇 那你就不能说 动不动就说 怎么样 离婚吧 那不可以有这种观念 因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要成立一个家庭 你就要有很久的打算 所以就受之以恒 就告诉你 要么你不要结婚 要结婚 你就打算要过一辈子的生活 这个我们用一句最通常的话 叫做少年夫妻老来伴 其实夫妻的年限是很短的 你看有了小孩以后 大家集中力几乎都在这个小孩身上 但是老来 那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两个人做伴 那个时间比两个人做夫妻 那个时间其实蛮长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一定要知道 没有变化 大家就会厌倦 一愿见 他就不可能很久 所以不可以不久也 就必须要有合理的变化 那什么叫做变化呢 我们赶快来看挂词 哼 哼是什么 它是告诉你 要变通 你随时要做合理的改变 你才能够亨通 然后一亨通了 就无咎吗 也没有 无咎就是你要真诚无妄 要心神安定 你才能够老而弥坚 这个老而弥坚是很难做到的 立真 这个真在这里解释是什么 一个就是双方面都要守真操 第二个是说 男主外女主内 立有有往是指婚姻的状况 能够有所往 不管你们往穷的方面去 穷有穷的快乐 往富有方面去 富有富的一种生活 这叫随意而安 不是说我只能过好日子 我不能过坏日子 其实大家不晓得 夫妻没有共同穷困过 你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做真情 真的不晓得 贫穷夫妻是百事爱 可是在贫穷的日子里面 两个人互相扶持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一辈子的关系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奠定下来的 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 夫妻之间都需要通过 不断地合理的变动 才能使婚姻恒久 那么怎样的变动 才算是合理的变动呢 而夫妻之间为了追求永恒 是不是在任何方面 都能有所变化呢 判传他说 恒久也 千万记住 他的真正的教 告诉我们 就是你会合理的应变 合理的调整 你才会长久 你看 刚上 柔下 两个在一起要配合 你看 一个弹簧 下面是有弹性的 上面是可以存在的 这个谈判就有用了 倒过来 上面是有弹性的 下面是干的 那根本存在不了任何东西 雷风相遇 什么叫相遇 就是相随相助 雷随着风 风随着雷 他们两个互相协调 互相帮助 这才会很久 否则的话 你看 只有雷 咔咔咔 一下子就没有了 迅雷 强风 是不持久的 如果 雷一下子 然后风随着来 然后两个一配合 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 迅而动 刚柔相应 刚柔相应是什么意思 初遥跟四遥 二遥跟五遥 三遥跟上遥 各位看看 是不是刚好都是 阴阳相应 你阴不起来的话 那就不能恒 怎么能恒 一下就断掉了 恒 无咎 力争 是什么意思 整个这几句话 断章 用一句话来解释 叫做 久以其道也 你要持久地 保持这样的原则 然后你 才可以变 我们中文 深受这句话的好处 叫做 持经答变 不能变的原则 是双方都要坚持的 要彼此包容 要彼此谅解 要彼此付诸 要共同 不管是遭遇到什么问题 其实我常常跟年轻人讲 我说你一辈子不会离婚 你就要有个观念就好了 就是我连离婚的观念 都没有的话 我怎么会离婚 这样就对了 像这种就是 不可以改变的原则 但是其他呢 你要随时改变 你要随时改变 先生忙的时候 先生回家 你少跟他啰嗦 你多关心他 多帮忙他 现在不是 现在两个人上班 两个人下班的时候 都有共同的现象 就是说都挑了一趟苦水 回去准备要发泄 没有想到两个人 都发泄的时候 谁也停不进去 那就闹房了 那就拍坐纸了 那就坐下来说一句话 就够了 我们来说个清楚 一说个清楚 明天就去办手续 就离婚了 天地之道 很久而不已耶 很久而不已耶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看天地 它是太阳 每天出来下去 出来下去 潮突然又长 水落了又长 月圆了又缺 它始终就是这样子 那我请问你 是不是真的不变 没有 每天都在变 每年都在变 昨天下雨 今天下雨 但是这两天下雨 情况就不一样 每年春天 但是每年春天 那种景象就是不一样 叫做有所变 有所不变 才叫做会变的人 突然反复提醒我们 要有所变 有所不变 那么夫妻之间除了需要合理的调整变动以外 在经营婚姻的过程中 还应该建立怎样的婚姻观呢 历有幽往 中则有始也 你看他为什么不用始就有终 他用终就有始 郁军经常是讲终始 他很少讲始终 因为始只有一次 过去的大家都忘光光了 当年我们在结婚典礼上 我们是怎么承诺的 有多少人看着我们 忘了 忘了 我们比较了解的是种 现在两个人没有话说 看了就是生气 你不会想到当初那个原始的状况 你忘记了 那你这样种了以后会不会死呢 你不会死 那不会死你就不合乎自然 所以一个人 只要一生气 你就回想当初 我们那一幕 是人家导演的吗 还是做给谁看的 还是出负内心的 如果是的话 你今天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那就整个状况就改变了 日月 得天而能久照 日月 如果没有天作它的背景 你能久吗 事实变化而能久成 事实如果没有变化 这个时间能够能够很久发展下去吗 都不可能的 所以圣人 他深深从这里感觉到说 这种事情 就是我们长久之道 就是我们很久的道理 所以圣人久以其道 而天下化成 圣人他就懂了 他要怎么样 他要不择不饶 苦口婆心 因为圣人讲的话很对 但是讲一次 大家听进去好对啊 明天就忘记了 所以他要持之有恒的 不停地叫话 一次讲了再一次 三次讲了这次还来 他就怎么样 他就可以叫话来造成圣事 其实圣事 是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持的 否则的话 很快他就会胜而衰 那是非常可惜的 观其所恒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我们看到 自然的恒 你看树木 你看它哭哭哭哭到 好像一个叶子都没有了 突然间它又冒出来了 这就是中而有始业 天地都是这样的一种性情 让我们人更应该明白 我们做事情 我们做人 我们对婚姻的态度 是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大象 雷风 雷跟风 这是雷明风 bumper Rodriguez 那《 bubble l Whooh 》 雷一响 风就来了 而且恒常是这样子 君子以 Whether that's true it would be 义于望 义就是竖利 不义就是不变的意思 方就是方针 君子看到雷风 恒的现象 他就树立了一个 不变的很久的道理 就是变当中要有不变 不变当中要有变 夫妻之间 即使秉持着有始有终的婚姻观 不断调整 也还是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 那么当感情出现问题 家庭并临破裂时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阻止婚变 而横挂又告诉了我们哪些夫妻的乡土之道呢 现代离婚率是节节高升 家庭破裂的情况是非常严重 家庭要挽救 社会才能和谐 家庭怎么挽救 只有夫妇都懂得什么叫做自恒之道 自恒不是英文那个check and balance 不是说我牵制你 你牵制我 不是 很多人把夫妇相近如宾解释错了 说我对你很客气 你也对我很客气 那跟客人一样 那还算夫妻吗 对不对 那个相见是彼此关心 如宾就是说 你真正把这个客人当作重要的客人 我问你 一个客人来 你会问他 你要喝什么 就表示你不把他当一回事 一个客人来 你就拿出他最喜欢的东西给他 你就不会问吧 你问干嘛 没有 现在都是有口无亲 累了 今天办公厅怎么样 他心里想 你知道我累 你就不要再跟我讲话 你要想把我累死吗 神气什么 你在办公厅没有办法跟人家斗 你回来跟我斗 那就来吧 挑去交庭大张 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那你不是把一方逼出去吗 其实夫妻会闹分变 两个人都有责任 不是只有一番的过错 因为你平常没有那种横的修养 你不懂什么叫做横 你直直到动 所以现在人 人动不能进 你根本没有那个智慧去处理事情 那就怨天尤人 就感觉到整个社会都不对 只有我对 那你对又怎么样呢 受罪的是你 其实我们 这样子是表面的分析而已 真正我们深一层看 现在人是什么 私心太重 太自私了 个人主义高涨 你只想到有我 你没有想到另外一半 没有 夫妻就是要化解为难 为什么 因为他整个的横挂 他的大象 还是个坎挂 你看下面初六 是个阴瑶 二三四 这三瑶阳瑶 看成一个阳瑶 上面六五跟上六合起来 看成一个阴瑶 那一共三个瑶就是 一阴 一阳 一阴 又是个坎挂 他永远是坎坎坷坷的 现在年轻人不懂这套 你爱我吗 你老问人家 你爱我吗 干嘛 那他被迫一定说 爱你 爱多久啊 爱到海枯石烂 那就是永远不是事实 因为你没有人力保证 你自己什么海枯石烂 那第二天就变心了 但人心是非常善变的 谁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思 你控制得了吗 建议事先 求心求变 好的就是好的 坏的就要丢掉 这种风气之下 你还能说你有恒心 你根本不能问人家 你爱我吗 就是你对他有怀疑 才会问这种事情 你没有怀疑 你问什么 你爱我吗 对方怎么回答 我问你对方怎么回答 对方如果正好撑到机会说 我已经不爱你了 那你不是吃刀口吃吗 很奇怪 这叫做没事找事 我们一个人 注意力只能集中15分钟 15分钟以后注意力就换上了 能够拉回来 那就叫恒了 不断地飞出去 不断地拉回来 不断地走到哪里去 不断地回来 东想西想又拉回来 了不起 你只能恒15分钟 夫妻先从恒一天开始 第二天又一天 第三天还一天 这样才叫做什么 重则有始业 今天没有变心 明天早上开始又恒一天 又恒一天 一直恒下去 那就叫永恒 那就叫永恒 永恒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不是一口气可以做完了 那就没事了 其实夫妇相处 它只有几个基本道理 你只要能够把握得住 这当中不管怎么变 它最后是持久不变的 那就叫恒 恒的意思是说 就是天长地久 其实人 是没有本事天长地久 你活多久 一百岁 了不起 一百二十岁 你死了 天还在哪里 你死了 月亮照样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从六窑的变化 来看看 怎么样能够做到 天长地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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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